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我心思着 她年轻人在城里压力大 她丈夫娘支援了那么多 咱们俩也该得准备点什么吧 你看看你 又磕了吧 要想抽烟 抽点好的 抽这种烟的话能省几钱呢 抽什么烟不是抽啊 能省点就省点吧 我说啊 还是去查查吧 不说我不查 查来查去 还是老毛病 老慢知 我才不查 听我的 还是去检查一下好 万一有什么病可以早点治啊 喂 老太婆 你是不是怕我得肺癌啊 老公鸦嘴 老公鸦嘴 不许瞎说啊 如果我是到医院里去查 真查出个什么来 你怎么办啊 你还真打个给我治是怎么 那可是无几重啊 你又不是有多少钱 往里扔 也是白扔 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这样有病了 难道看着你不管吗 要我说啊 你还真就别管 这该得什么不得什么 那都是老天定的 再说了你说 家里那有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有那签啊 哎 我才不忘灵啊 不说这些了啊 还是听我的 抽空去查查 这要有什么的话 到时候再说吧 不查 查了半天还是这个病 再说了 现在进个医院 你没签八百的 你出得来啊 我那签啊 从医院给儿子买房子喽 是啊 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 最大的回报就是孩子 向我们鼓语 在城里边念大学 找工作 娶老婆 生孩子 买房子 哎呦 现在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 嗯 哎 老头子 我说等一会儿 给你炒俩鸡蛋 弄点花生米 在了门口小九咪咪咪 咱们呀 也小朋友没得庆祝庆祝 怎么样 你不是在攒鸡蛋吗 我看炒鸡蛋啊 就免了吧 哎 你攒了多少了 快两百个了 吃几个有什么关系 小气 哎 哎 这吉小成多 要是个理啊 嘿嘿 不过咱不能总给儿子送鸡蛋吧 咱也得为儿子好好的想想 他到底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什么 缺钱 哎 哎 哎 啊 谁呀 哎呀 哎呀 来了来了 来 你们找谁啊 哎 你看 这儿 哎 哎 请问 你们找谁啊 什么啊 这就是你带我看的房子 哎 这房子你还没看 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先看房子再说 哎 看什么房子 哎 你不是要卖房吗 我我我我 你自己个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要卖房要卖房 我让他们来了吗 我不是说 把那个房子的信息挂到那个网上去了吗 啊 你动作那么快呀 那你不快点干嘛 都决定的事别脱脱乱乱 就得不去新的牌 你快进去快进去 喂 随便看啊 我说你们还让不让我开房啊 这不看着呢吗 哎 这个客厅怎么样 挺亮亮的了吧 这就是客厅啊 啊 外面也太小了吧 哎 哎 我说你们这客厅多少面积啊 我们这个客厅有十四个平米呢 这也有十四个平方啊 我看啊 最多就十个平方 你说你要是看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有多少平米 你就去那个国家测绘局工作呗 人家根本就不用再招人了 你 不是 不是我那意思啊就是说那个房屋的那个房产证上不都写了多少平米吗 我又不能瞎边烂造是吧 十四平米就十四平米是吧 我们把这乱七八糟东西啊都扔掉 我给你买一台那个大屏幕夜景彩店啊 你看就挂这儿 再配上家庭影院 对 那个沙发呢也买一套 就放那儿 那我的麻将车呢 我好不容易往一地方 你还怕我能够找不到这儿啊 就别和那些长蛇妇打麻将了 那你要我干什么 你去忙你的生意 整天把我一个人关在这儿 我又不是犯人 你看 对 人家也不是犯人 哎那个 我们这个房子特别值 你看吧 送你一个免费的天井 你看 有好多花可以种在上面呢 太好了 这还有个小天井 亲爱的 你们喜欢养狗啊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儿养条狗啊 太好了 我要吉娃娃 对对对对 吉娃娃好 吉娃娃特别可爱又小巧 这么看来的话 这房子啊还不错 是吧 怎么样 这房子你们还满意吗 找个时间我们谈谈 那得抓紧啊 我跟你讲 我们家这个房子看的人可多了 抓点紧 谈好了咱就签字啊 老头子啊 我们到哪去凑钱给孩子呢 家里面满打满算的 就几千块钱 还是应急用的 哎呀什么是急事 这就是最急的事啊 就是杂波卖铁 咱也想玩得多凑点 你说全让他丈母娘那儿抽 儿子在媳妇面前怎么抬得起头 哎呀我看得出啊 儿子他委屈 要是杂波卖铁 能测老钱也好啊 干脆你把我给卖了 看看这把老骨头 能值几个钱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 哎呀我一直在想 咱们古语啊命不好 你说这孩子打小就听话 从来不惹事 上学也好 又肯帮家里做事 要是生在人家里 还不知道怎么冲 可在咱们家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怎么亏着 怎么办呢 要不干脆 我们明天 就跟村里的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 去借钱 我们就跟他们借 怎么样 我去借 去借 虽说这一辈子 没借过钱 事到如今 也喝出这老脸了 听城里人说 买个房子要几十万 咱们总要凑够五位数 才对得几股语吧 话是这么说呀 可到时候 我们拿什么去还人家呢 家里那点地 早就转播给人家了 不就是为了一次性 拿笔钱 给古语交大学学费吗 咱们多添几只鸡 鸡下了蛋 扶出小鸡仔 我就拿到市场去卖 明儿 我再抱他 几只小猪仔回来 咱们也养他几头猪 这养得好 四个月就可以出栏 养猪 拿什么养啊 你不知道吗 现在猪饲料贵得吓人啊 搞不好的话 赚不着钱 反倒是赔钱 这个我想好了 用豆渣 到时候再拌点猪草 那保证比别人养的白白胖胖的 豆渣是好 我们哪来的豆渣 重早就夜呗 做豆腐 做豆腐 你疯了 你没听说吗 世界上有几大苦 其中有一样就是做豆腐 这点苦算什么 你还记得 这让古语上大学 怎么也就是几年的功夫 那时候能吃得起苦 现在也照样吃得起苦 我跟你说做豆腐啊 能赚钱 老头子 你忘了你自己多大年纪吧 三更半夜的你爬得起来吗 你别以为我这头发胡子白了 就不行了 我身子骨还硬了 嘴硬啊 三天啊 你就倒 好 小什么 小朋友 你别再来 一老板 我俩 你说 这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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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啊 这十里八乡的年 都让我们接了个遍 不知道还够不够啊 哎呀 有多少是多少 儿子又没开口跟咱要去 这是咱一点心意嘛 这儿五十五是张奶奶的 怎么张奶奶也长得见啊 真是不好意思 小刚家 四百八 小林子的压岁钱 这孩子太热心了 真难为乡亲们 是 哎呀 你可别搞错了啊 错不了 这一分一厘都得还着你的啊 嗯 牛三叔他们家的 两千 牛三叔想给那么多啊 啊 要还那妈借的 嗯 妈 哎 你又在忙啊 妈 这么早就回来了 嗯 我回来拿点东西 嗯 妈 你歇会儿吧 妈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话 你这房子看得怎么样 定了吗 还没呢 你看你把事情 全都交给晓鸥去办 你也是了解她脾气的 她这人爱冲动 万一把事情弄砸了 可怎么办呀 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对对 你提醒的对 但是 这件事儿你放心吧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大的事儿 再说 总会有个字句的 处理房子的事情挺复杂的 这样以后就有根有据啊 对对对 是 但是小鸥心里也明白啊 妈会一碗水断瓶 不会亏待谁的 嗯 谁啊 谁啊 我来开吗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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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房子的 我是来看房子的 对对我想到了 是千万片道 看房子的人特别多 我跟你讲啊 这一楼啊 最适合老年人居住了 你看也不用上楼下楼的 多方便呢 我多次把年纪了 我还买什么房子啊 是提森子看的 他要结婚 我没什么钱 就想买一套一时一厅的 这个就是一时一厅的房子 哎呀太合适了 你看我带你看看啊 你看啊这边呢有一个阳台 有一个天井 哎小屋 哎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爸来个电话 想让我回去一趟 你看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咱们带着楠楠 回去看看他妈了 啊 那好吧 那那我回来再说吧 好拜拜 下班了 哎 姑娘麻烦您帮我掉一下整钱 好了 你说你爸妈急了白火的 叫你回去干嘛 什么事啊 爸妈想难难了 所以我想把孩子带回去 让他们老两口看看 就看看 免谈 咱们现在弄房子那么忙 哎 他们不说来帮帮忙 添什么乱啊 要去你去 我是不会去的 奶奶更不可能去 不是你找 那个那个我爸妈也想 奶奶 奶奶也想爷爷奶奶了 对了啊 你要是回乡下 他们问你借钱 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咱们现在一分钱 都拿不出来 来 多吃点儿 儿子 慢点吃慢点吃啊 还有鸡汤呢 给你炖了鸡汤 快把鸡汤拿来 好好好 爸 咋还炖了鸡汤啊 哎呀自己压的 哎呀自己压的 不不爸 就是在院子养那鸡 哎 对对对 你看看 妈爸 我又不是什么外人 你们干嘛炖鸡汤啊 哎呀 你不是难得回来了吗 哈哈哈哈 趁热喝趁热喝 哈哈 那个小两口在城里 这日子过得不错吧 哎好 哈哈 哈哈 这样 你看 我把楠楠的照片给您带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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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东西啊 长大了不早吧 嘿 长高了成高了 这小家伙真可爱 嘿嘿嘿 你看 这楠楠长这么大了 白白胖胖的 爸 你看他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我了 我看哪 嘿嘿 更像晓鸥 嘿嘿嘿 我看就像老谷家的孩子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呦 爸 您您怎么咳嗽这么厉害啊 你 你啥时候改出汗烟了呀 这你不懂 这汗烟哪 哈哈 劲儿大 味儿冲 冲起来才过瘾哪 嘿嘿 过什么瘾啊 就为了省几个钱 哎呦 你就少说两句好吧 哈哈 好好看看 哈哈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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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鸥说说啊 争取把孩子带回来吗 让我们看看 实在是太想他了 哎呦 哎呦 你这个老太夫啊 将来儿子买了房子了 你还不是天天去看啊 哈哈 对对对 故意对不对 对对 哦 妈 上次在医院 小鸥没让您抱孩子 您二老别往心里去啊 嗯 小鸥没别的意思 嗯 她就是城里人臭毛病多 哎干净 那小鸥她妈没洗手 小鸥也不让她妈抱呢 好好好 我们不愿着不愿着 哎 我知道小鸥讲卫生 哈哈哈哈 喝汤喝汤 哎 好好好 喝喝 咋咋看 嗯 嗯 香哈哈哈哈 太香了 这自己家的鸥啊 爸妈 多吃点 你们也吃啊 我们吃过了 我们吃过了 给你留的 嗯 快吃 老公 那房子他们卖得怎么样啊 听说 有两家看着挺中意的 正谈的 那不对啊 应该是你妹先买房 你妈再卖房 不然你妈住哪去啊 好像 我妹的房子也看着差不多了 我看 自从折腾这房子以来啊 就没怎么见过你妹 你自己还是注意点吧啊 注意什么啊 我像个间谍一样跟着她 你就放心吧 那是我妹 我妹能欺骗她哥 我看你还留个心眼吧 我上次不是给你妹看的那套房子 不是挺好的吗 她还看不中 也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卖什么药啊 萝卜青菜可有所爱 你就别瞎操心 我们哪打算买房子啊 顾雨啊 我听说啊 那城里的房子是特别特别的贵啊 你们俩工作到现在 攒的钱 能买房子了吗 够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打算贷款买房子 得花多少钱 小鸥的意思是买个粮食一厅 大概需要 多少钱呢 七十万 七十万 天哪 我们这辈子怕也见不着那么多钱啊 顾雨 你们打算贷多少钱呢 你们俩工资加在一起 还要养孩子 刨去费用 能攒多少钱呢 是啊 这个 顾雨啊 我看你别光想着住大房子享福 你妈说的这些你想过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想过了 是这样子的 那个小鸥她妈呢 打算把房子卖了 贴补我们 也就是说 贴补小鸥跟她哥一家二十万 再加上我们的积蓄 贷款就没那么多了 小鸥她妈贴你们二十万 贴补小鸥 贴补小鸥 按理说嘛 你买房子 我跟你妈应该多甜点 去吧 可你爹太笨 爸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 我明白 我明白 这样啊 多了吗 我和你妈也没有 我们就是凑了点钱 叫你回来呢 就是想给你 是吗 爸妈 你们的钱我不能要 你跟妈省吃俭用的 天不亮就起来磨斗 你们的这道辛苦钱 我肯定不能 我们辛苦了不就是为你吗 你说我和你妈 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难道这点积蓄了没有吗 你就剩下吧 对了 快点 烧点水 让儿子好好洗洗 好嘞好嘞 妈 我去烧水啊 喝汤先把汤喝了 把照片收起来 来 来 妈 下午那两个人 我觉得还挺痛快的 我给他们报四十六万 人家连还价都不带还的 而且还主动承担汽税 行吗 行什么呀 那俩人一看就不是两口子 就不是正经关系 这房子不能买给他 你管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卖房子 人家买房子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到时候我们搬走 他们搬进来 这房子就成他们的了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管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是不是人都跟你没关系 不是人就不能住我这房子 那天那老太太不挺喜欢这房子吗 她怎么不买了 那个老太太呀 跟她一块来看房子 她那孙子 她嫌我们一楼太潮湿了 不愿意买 你说她那孙子也真够逗的 你说花人家老人的钱买房子 把她还挑三拣四的 真够孙子 不过妈 你别老说你不是正经人 现在正经人 也不全都是好人 你看那个秦老师 我一直觉得她就是个正经人 那才跟你分开没多久 不就又找一女的 她不是正经人吗 好 好 我做了 我做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 妈 你开什么气呀 你怎么了 卖了房子你舍不得呀 哎呀怎么说呢 家没了 住了半辈子了 妈 你别这样 嗯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这房子卖了吧 心里是挺失落的 但是我们马上就有新房子了呀 到时候 哎 我们一块儿搬到新家去 多开心啊 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收拾东西 先把那些小的 零散的看了看了 新房子已经买了 那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 到时候房子弄好了 您只管高高兴兴的搬着东西 过去住就可以了 来了 走 着着着走 妈 我走了 我送送你啊 妈 我回去了 起来 您要注意身体 别老抽这种汗烟 等我们把新房子买了 就把您跟妈接过去住几天 把您妈都老了 去不去住没关系 只要你们小两口 把日子过好了就行 马上赶不上车 二三 爸 这个钱带上了 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妈 爸 你们不说清楚 这钱我绝对不能拿 拿着 哪儿来的你就甭管了 你记住 这钱是给你买房子 不多 七万五千块 没法和你那丈母娘比 可这是你爸和你妈 她的一点心意 是啊 你就不用多管了 当年 你也不相信 我们能够拿得出钱 来供你读大学 不也供了吗 现在也这样 你就安安心心地拿着吧 我不 不 不 行了行了快走吧 要不赶不上车了 拿着拿着 妈 你这孩子真是的 拿着 我走了 儿子 等一会儿 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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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 你这 把这鸡蛋带上 算了 妈 这也留给你 留给你跟爸吃吧 这是家里的鸡下的 草鸡蛋 城里买不着 给小鹅跟孩子吃 带上 带上 好 小心点 那我走了 小心点 快点 你回去吧 妈 哎 你回去吧 哎 走吧 怎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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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待會兒把這個字簽了 啊 这个请家 怎么说你的名字啊 那么多人排队呢 回头再去分呗 就先打我这呗 来快快签字 这这这 来来来 赶紧的 哎呀 你还不放心我还 啊 啊 不好吃 没有 这个 没有 这个 没有 没有 这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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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你们的 这给你们的 到什么房子买的房子 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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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了 你干嘛呀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搬走啊 我们 下周 下周我们就搬走了 啊 就下一周 多一天都不行 到时候啊 我可来收房子 你们要是不搬的话 我可把你们的东西啊 统统扔到马路上去 哎 看见了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 是啊 你非卖给他们呢 哎呀管他 那钱到时候不就得了吗 这人民币不能是假的吧 走 回家 走啦 走啦 我上哪儿去弄七碗啊 你回来了啊 你爸妈急了白火的叫你回去干嘛呀 哪那么多破鸡蛋 不是你画呢 我往死里猜你也猜不着 在包里自己看 自己看 你画的 我往死里猜你也猜不着 我往死里猜你也猜不着 在包里自己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别说了 七万五 七万五 哎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不会是去抢银行去了吧 我爸妈给的 我爸妈给的 你爸妈给的 你爸妈给的 你爸妈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你爸妈以前不跟他们要 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一个那么要 一下子拿出七万多块钱 你爸妈真有钱 肯定一直攒着舍不得花 你回头告诉你爸妈 这个钱啊 花了就是钱 不花那就是纸 等以后烧了那就是纸钱 赶快及时行了 哎 咱们装修还差几万块钱呢 赶紧的 给你爸妈再说说 再多要几万块钱 赵手 你别得寸进尺 谁得寸进尺了 哎买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不住啊 你家女儿不住啊 再说了 这买一套房子 一共住三个人 你们股家占了三分之二 你们多输点钱怎么了 这不可理认 这不可理认 说来七万就来七万啊 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人民币的味道太好闻了 可可可可 容易 иях 不可可 你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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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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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散播 对不起 啊 多吃点的沙袋 何婶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我说能筹到钱就能筹到钱 晓鸥 你还真有一套 说一次性负性又把钱拿来了 你妈这家底可够厚的 我问你 你买了这么大一套房子 你嫂子能乐意吗 我说你管这么多干嘛 钱不都到你手上了吗 赶紧去找你 赶紧搬去吧 快快快走 管我是管不着啊 反正我下礼拜的机票去加拿大喽 哎 何婶 房子什么时候腾给我呀 啊 你要这么急啊 能不急吗 我妈那个房子都卖出去了 过几天人家就得搬过来了 那我们住哪儿啊 这倒也是啊 啊 不过没事 我可以先住我表弟那儿两天 然后我们家也没什么东西 我随便收拾收拾 快点腾给你啊 越快越好啊 三天 三天之后我就搬进来了 妈 妈 回来了 先回 妈 这干什么呢 你看 这不是我跟晓鸥小时候用的东西吗 是啊 这都是我手工缝上去的呀 哎呀 当时为了做记号 你的这个是小狗 你看 晓鸥的这个是小猫 对对对 哎呀 这一转眼呢 你们俩都当了爸爸妈妈了 每次看到横河和楠楠呢 我就想起你们小时候 哎呀 当年你爸走的时候啊 就一再地嘱咐我 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快二十年了 咱们三个就在这小屋子相依为命 一下子要搬出去 妈这心里这还不是自我 你妈 你就别舍不得了 您看 您把晓鸥和我 还都已经养大成人了 这晓鸥已经完成她的使命了 别惆怅了 您看我现在也好好的 晓鸥呢 虽然二了点 但是现在也挺能干的 就是卖房子吧 这卖一套买一套 那你八道的 所有事一下就办完了 要是我 我都不行 哎 对了吗 晓鸥还没有告诉你 她的新房买哪了